继续来关注其他南加新闻 为了促进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 营造中文学习环境 以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每年都会举办多次学术比赛 2012年的春季学术比赛 即将在5月6日举行 而美国卫权食品公司为了庆祝 该公司成立40周年庆 并鼓励在美国的学生 努力研习华语文 特别赞助此次的春季学术比赛 一起来看记者发自记者会的报道 本次比赛包括中文演讲比赛 诗词朗诵比赛 经典背诵比赛 这些比赛也是乔委会 2012年汉字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其中演讲及经典背诵比赛第一名 给予奖金75元 第二名50元 第三名25元 获等值礼券 今年的比赛呢 有一项不一样的就是 没有发这个家长的观摩券 因为以往呢 我们都邀请家长能够到教室来 观摩小朋友的比赛 那因为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我们今年呢 统一不举行这个家长的观摩 让评审尊心的呢 来评分 诗词朗诵应报名人数较多 如幼稚组可能分四组 分别在四间不同的教室举行 每间教室比赛的第一名 给予奖金50元或等值礼券 本次活动得到了 味全食品公司的大力支持 那我们希望说 配合中文学校的 这些一系列活动 然后提升我们公司的形象 那我们希望我们公司呢 因为社区的支持 我们也要回馈社会 国际卫视记者 卢慧娟 唐李正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